我在中之前 我那時候是想要賭一把 就是我剛好存了60萬 我想說我去韓國 就把它燒光 這一年把它燒光 然後看我到底有沒有機會中 那時候我有跟我媽借了20萬繳房租 然後我就跟我媽如果一年後我還你20萬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覺得我很不聽話 就是沒有把錢存好就想去什麼 然後後來我一回 立刻還我媽20萬 歡迎一隻愛人 經理就曾經擔任過電牌DJ 以及電視節目企劃 喔你以前是幕後喔 我之前很在3D啊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每次就是做幕後 我好像都在幫別人做東西 然後做東西也不一定是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突然就想說 那我要自己跳出來做 妳是自己剪嗎 我一開始是自己剪 但我一開始因為 那時候就是跟我之前的男朋友 一起弄 就是他有時候會幫忙分擔 其實一開始就是在還沒有去韓國之前 我就想說就是跟 其他女生一樣就是可能拍美妝 但因為那時候就沒有中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一邊唸書一邊拍韓國文化 然後後來就中了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在中之前我那時候是想要賭一把 就是我剛好存了60萬 我想說我去韓國 就把他燒光 把他燒光 然後看我到底有沒有機會中 結果中了 結果就真的中了 那我想問喔 中了的第一是什麼 妳要把妳的60萬 妳再把他撥回來的意思 有重要 那時候 那時候我跟我媽 借了20萬繳房租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一年後我 還你20萬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覺得我很不聽話 就是沒有把錢存好 就想去什麼 然後後來我一回 第一個換我媽20萬 妳有哪個男youtuber是妳的型 蛤 泰哥嗎 沒有啦 為什麼是泰哥啊 顧倩 顧倩絕對不是啦 孫生 瑋哥 蛤 他的表情是好嫌棄的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覺得他們太像同學了 同班同學 太熟了 班上臭男生 不會啊 在同班談戀愛還正常的 我從來沒有 跟同班都會談戀愛 失聲地很刮急 不是啦 妳怕急 我好滿喜歡年紀比較大 OMG 像玉琳哥這種 我覺得有才華的 我就會 欸 眼睛亮起來 真的不錯 而且我跟玉琳哥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真的是受用到限 他說 就是在演藝圈 就是有比誰蹲得久 不要覺得你現在流量不好 你就繼續給他蹲 走個一邊就是你的 呃 為什麼最近都沒有跟愛莉莎 混上禮拜才剛一起拍片而已好嗎 哦 你是跟他最好的 我說YTG裡面 對我跟他最好 你是跟他最好 為什麼原因 我們兩個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是兩個有一起在韓國瘋過 嗯 可是我們的瘋是正常瘋 不是那種你知道 啼笑 啼笑瘋那種 對 所以就是其實我很了解他 然後我每次只要看到新聞有的時候 就故意就是可能在 寫他不好的啊 或網友可以罵他 我都會覺得很心疼 因為他真的很單純 他就是講話沒經過大腦而已 那你那時候在拍那個 去韓國的一些YT 或是VLOG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說 欸跟他打對台 因為他也是 蛤 從來沒有 就把當日結束 我覺得他有覺得怎麼樣嗎 他也沒有覺得怎樣 哦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剛好 我覺得他們的個性 就像我們兩個一樣 就是我覺得你好 我就會好 對 而且這樣還是真的姐妹 如果他在那邊偷嫉妒你的話 哦他會啊 我會啊 我都光明正在嫉妒你 好 欸我想問你有沒有跟愛麗莎吵過架 蛤沒有耶 真的假的 完全沒有 真的 還是你們是知道 就是彼此互相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你們就不會去碰我 應該是說我這個人沒有底線 所以別人很難跟我吵架 除非就是今天 他真的就是一直在欺負我 欸沒有底線這就蠻可怕的 為什麼 好啦那我們脫衣服吧 哈哈哈哈 我真的脫掉 有人問說 對於網友貼你什麼無腦瞎妹的標籤 有何感想 無腦瞎妹會嗎 可能就是因為我跟莎莎那時候同好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瘋瘋的 然後講話就是比較不經大 那其實就是直爽真性的爽 但是大家好像是覺得就是無腦 沒有啊 因為他之前還有所有的系列 我也蠻愛看就是不穿內衣 就不穿內衣 有 還好吧 那這我們還是很喜歡 欸那他出出來嗎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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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